本场比赛 主教练佩兰排出了4231的阵型 单箭头 于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锋 所以 中国队的阵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无风阵 开场之后 中国队率先在右侧找到船中的机会 不过于海在干扰下的包抄攻门未能命中门框范围 由于有队长政治的佐阵 无锡在进攻端的特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这次在右侧与吉祥两人的配合撕开了沙特队的防线 后着最后帮助中国队获得了一次绞球机会 与中国队相比 沙特队员的身体素质并不处于下风 皮球解围出禁区之后 沙特队通过争抢获得反击机会 此时 中国队的整体阵型稍显混乱 不过主裁判的这次犯规吹罚算是帮助中国队解除了危机 上半场比赛 中国队的右路进攻给沙特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右后卫张成栋这次利用冲击力上演了赞布罗塔式的突破 皮球随即被回敲至中路之后 无锡顺势完成的攻门被防守队员奋力挡住 不过中国队牢牢地控制着第二落点 浩俊敏在禁区内尝试通过摆脱制造威胁 不过皮球最后被后卫抢先一步捧出了边线 防守端方面 正至于无锡组成的双后腰让对手在上半场没有一次有威胁的进攻 中国队这次通过中场的拦截再次获得进攻机会 由于有政治的佐证 无锡可以放心大胆地投入到进攻之中 前腰浩俊敏形成串联之后 无锡随即摆脱防守之后 完成的低射险些帮助中国队首开记录 上半场后半段 沙特队尝试通过阵型的前压来扭转烈士 不过中国队的区域防守做得非常到位 这次依旧通过断球发动快速反击 只可惜无垒的最后一传提前量太大 沙特队的18号 萨勒姆随即接应门将的解围发动反击 煤方这次的铲球动作甚至有吃到红牌的风险 对手的这次进攻由队员的个人能力来完成 不过中国队的防守阵型保持得非常完整 加上人数上的优势 对方在攻到禁区内之后 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下半场一边在战 中国队继续通过紧凑的区域防守 来压制对手的边路空间 这次在前场再次通过小范围的人数优势 形成断球 队长正志在没有合理的传球路线的时候 利用经验与对手周旋 等皮球摘出之后 左后卫梅方随即前叉参与进攻 不过最后在调整之后的远射未能造成威胁 本场比赛 主教练佩兰将薅俊敏放在了前腰位置 希望通过他的拿球能力 帮助球队在进攻端有所作用 不过吴磊随即的丢球 将球权拱手让给了对手 无锡随即的就地反强险些成功 沙特队则通过一次直传 找到了中国队中卫和边卫之间的缝隙 最后二号人行在情急之下铲球犯规 送给了对手一次点球机会 在国内的门将当中 王大雷的上限应该是最高的 面对实力在我们之上的球队的时候 配来选择王大雷首发也是合情合理 最后这名年少成名的门将 并未辜负主教练的信任 在与球同完成互动之后 通过准确的预判 扑出了对手的点球 这次精彩的防守 几乎成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 在中国队首发11人中 几乎所有的队员都没有体能上的短板 沙特队这次通过后场断球 再次获得反击机会 皮球转移至左路空荡之后 中国队依旧能通过迅速的补防 形成二对一的防守 虽然吉祥的触球险些酿成大错 好在门将王大雷最后通过及时的出击 化解了禁区内的险情 随后 队长郑志在中场完成断球后 顺势送出之赛 于海在没有拿到球权的情况下 依旧通过积极的逼强给对方门将制造压力 虽然我们的实力稍逊于对手 不过队员们可以通过不惜体力的奔跑来缩小差距 最后 吴磊突入禁区 帮助球队创造出脚球机会 于海随即开出的右侧脚球 被门将击出禁区之后 队长郑志在处理球方面稍显犹豫 沙特队再次获得了反击机会 纵观整场比赛 沙特队所有有威胁的进攻都是来自于反击 张林鹏这次高速狂奔80米回防至本方禁区 这样的比赛态度完全配得上比赛的胜 最后 沙特队的这次进攻由萨勒姆的统设告一段落 比赛第80分钟 中国队在中场获得球权后 无锡再次利用自己的进攻特点 帮助中国队获得了一次任意球机会 21号 于海随即主罚的任意球 经过变相飞进了沙特队的球门 虽然这里进球有些歪打正着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中国对本场的表现完全配得上这场胜利